哎呀 又要搜证调查吗 嗯 那个王妮喜哥 怎么了 嗯 那个这个不对 好像不对 该怎么说呢 不对 我有点搞不清楚 你怎么了 站好没头没脑的 可以说得清楚一点吗 关于今天的法庭 我在想到底该怎么判评判 王妮喜哥会给自己打几分呢 其实这一次的庭审 就是怎么说呢 把一点事情搞得好复杂 就其实中间这个叫什么 塞的这些料 就我都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然后但是他非得绕个大弯子 但是过程还算好玩 所以就原谅他了 看他们在上面演了一出戏 总让人觉得不痛 主要是一直都被那个谁 就在剧情设计上 被那个响野一直都是把控着 就是已经都已经知道 咋回事了 非得让你这个兜那个圈子 我们避免了马奇被判有罪的状况 但是麻烦的问题却越来越多 国际刑警已经对比了刚才的编号 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314206 这个编号登陆的 罗曼身材 没想到被害人身材先生 居然是国际刑警组织派出的卧底调查员 真是伤脑子 我们又完全不清楚 身材先生在调查什么案子 啊 可是王妮喜哥你想一下 今天在庭审时 不是有人说出了真凶的名字吗 请等一下 刚才那个声音 就是他 绝对没错 我听到了两声枪响时 有人在和身材先生说话 就是刚才这位先生的声音 Mr.大安 嗯 该怎么说呢 这样充满谜团的状况 让我觉得很兴奋 我可是一点也兴奋不起来 话说过来 成不堂先是人呢 我想要听听他的建议 说到这个 最近好像都没有看到爸爸 你别把你父亲说得像野猫一样 爸爸最近经常出门 都不在事务所里 他说有个绝密任务 绝密任务 总之 不可能随便 不可能随便找人帮忙 可不能随便找人帮忙 所以美观也没跟过去 好吧 我知道了 时间所剩不多 我们得赶去调查了 还有调查 今天的庭审中 拉米洛亚小姐清楚地 做出证言 她说凶手就是大安先生 拉米洛亚小姐也说过 她绝对不会忘记 自己听过的声音吧 这个能力真是厉害 嗯 是啊 这应该叫什么呀 我想好像叫顺风啊 意思有点不一样吧 不过她不可能听到声音 不可能吗 呃 你听我说 我们是在演唱会表演中 听到的枪声 啊 美观那个时候 正和所有观众一起 一起起立嗨着呢 那理所当然的 美观应该也看到那个人了吧 看到舞台上 呃 操 所以这个实检报告 不明不白的是在误导我们 是游戏设计的误导 你看这里说 正在追踪调查后 至调查重弹后 至死亡经过的时间 它在9点30分内 所以之后还会有一个时间 要盘时间 它在9点30分内 然后这段不在场证明 它中枪至死亡的这个时间点 非常关键 但是当然的 因为它可能 它可是牙溜浪潮的吉他手嘛 啊 就是这样 牙溜浪潮的成员 有着牢不可破的不在场证明 根本不可能在休息室 开枪射杀 身材先生 可是拉米洛亚小姐 真的听到了枪声吧 她在案发现场 听到了大恩先生的声音 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对 居然是国际刑警的调查员 那个国际刑警组织 到底是什么呢 诶 那个 当然是一种刑警了 专门去抓跨国犯罪的 犯罪的罪犯 犯罪的罪犯 倒过来念也是犯罪的罪犯 我认为不是所有的名称 加上国际刑警 加上国际就可以说得通了 国际冷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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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曾经编过的国际冷笑话 你们想听吗 我有国际冷笑话 你们想听我就讲 这是关于米奇 有一群米奇打一轮胎品牌 有一群米奇打一轮胎品牌 你们知道答案了吗 有一群米奇打一轮胎品牌 米奇林 那这一群米奇 听了刚才这个冷笑话后 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冰淇淋 诶 王尼喜哥 你在说什么呀 拉米洛亚小姐 怎么可能是犯罪呢 怎么可能犯罪呢 话可不能这么说 俗话说 人不可 人不可取 人不 话说不能以貌取 但是他可瞒不过 我这双纯真的双眼啊 你别自己夸自己 总之 生财先生 应该是在追查某起案件 那个某起案件 会不会和这次的案件 有关联呢 按照常理来想 应该是有关系 虽然我个人不想 朝这个方向推理 生财先生 到底在调查什么呢 刚刚的笑声 美贯是你发出的吗 才不是 美贯的笑声 没有那么爽了 我 奇迹降临俗事时 不应该 避在其中 你是前天的 你是谁 刚才那个 应该不是错觉吧 那个人戴着一顶大礼帽 是你的朋友吗 才不是 上次真是打扰了 啊 不会 就算你笑眯眯的跟我打招呼 我也不知道你是谁 啊啊啊 你 你是 怎么了 这个人果然是你朋友吗 王尼西哥 你在说什么呀 这位可是 不应该直说先生 不应该直说 不应该直说 该不该直说 不应该 好家伙 米其林冰其林是吧 不应该直说先生 他可是大名鼎鼎的 大魔术师 我怎么觉得像是骗术师 不应该直说 正是 我就是常上电视的 非常有名的 不应该直说 就算你笑眯眯的跟我打招呼 我们的关系 也不会立刻变熟啊 没关系小姐 好久不见 都快七年了吧 一段时间没见 你都长这么大了 好久不见 直说先生 真是一点也没变 那个 请问大魔术师 来找我们有什么事呢 我想 有事的应该是你们吧 你们想问什么 就尽管问吧 你会直说吗 我的身上虽然有着耀眼的光芒 以及身为巨星的风采 但你们不用害怕 他说的没错 就模主意义上来说 他的确是风 风采耀人啊 好了 王妮喜哥 我们就问问看吧 真是的 真不愧是小魔术师 能见到真正的魔术师 他应该会非常兴奋吧 因为 直说先生 可是美冠爸爸的超级好朋友 你说什么 所以 他是陈捕唐先生的 不是啦 是美冠 真正的爸爸 哦 美冠 真正的爸爸 哦 没错 过去有两位大魔术师 撑起了 不应该剧团 这就是不应该直说 还有搭档 不应 搭档 搭 还有 我看成都当部藏 还有搭档 不应该有话 不应该有话 和不应该直说 有话直说 是不是 你们俩加在一起 才能好好说话 是吧 难道那个有话先生 就是 嗯 就是美冠真正的爸爸 美冠的父亲 果然是一名魔术师啊 我还是第一次 听到你说起你父亲 因为说了也没意义 爸爸已经不在了 原来是这样 啊 可是美冠一点也不寂寞 因为还有爸爸在嘛 所以你爸爸到底在不在 还有王妮喜哥 也会逗美冠笑 我可没刻意要逗你笑 可是 最近都没有看到爸爸 哦 看来绅士也没有什么隐瞒 那你爸是谁 不应该聚团 看一看吧 那个 难道王妮喜哥 你该不会 完全不知道 不应该聚团吧 我该不该知道 不应该聚团呢 我该知道不应该聚团 还是不该知道 不应该聚团 到底是应该知道 不应该聚团 还是不应该知道 不应该聚团 不应该 该怎么说呢 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 哦 年轻人 真是不应该啊 居然不知道 如今流行的大型魔术团体 不应该直说 我想起来了 我记得我在小时候 好像经常上电视节目 没错 让豪华邮轮消失 让游乐园爆炸 或是把银行金库的金块 全部变没 在最后还尝试 从戒备思念的监狱逃脱 好家伙 这是犯罪集团吧 你说的这些 会让人彻底误会啊 人们的内心 都被常识上了锁 我们则来打开这道新锁 这就是不应该所带来的 真正奇迹 奇怪 怎么了 我记得以前电视上看到的 好像是一对搭档吧 搭档 您不是有另一个搭档吗 我记得好像是叫 不应该什么的 不应该有话 没错 它曾是不应该存在于 它曾是不应该存在于 这个世界的伟大魔术师 所以叫不应该说 好家伙 我有点乱了 怎么了 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爸爸 爸爸 难道说 刚不是说了吗 哦 看来我差点忘了 来这里的目的 难道有什么目的吗 我今天来有两个目的 第一 当然是 来见美冠小姐 直说先生 听到这句话 真的很高兴 这是理所当然的嘛 您还真敢断言啊 前天在这个体育场里 在那个体育场里 我们其实 时隔七年重逢 啊 我实在无法压抑这股怀念的心情 你居然为了那个失明的小钢琴家变 美冠小姐 你的辩护真是太精彩了 这不是美冠一个人的力量了 辩护好像是我吧 然后关于我的另一个目的 就是这个 这个是录像带吗 没错 这是前天演唱会的录像带 为了美冠小姐 我代表不应该带了录像带 你到底应不应该带 你是 应该带录像带过来 还是不应该带录像带过来 如果有时间的话 要一起欣赏一下吗 哦 是这段 地上有一个 凹 一个那个什么 把子痕迹 这钢琴声有变 噔噔噔 噢 有火光 应该是从底下 但是底下没有空间 所以这个经典的手法 如果不是提升的话 那这个叫什么 它应该是跑过去的 这么远的距离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跑过去的 啊 难道说案发当时这位帽子大叔 人在会场里的理由是 难道说 这首歌里发生的神奇事迹 就是 神奇事迹 因为拉米诺小姐 不是在突然消失后又出现了吗 啊 原来如此 因为我看惯了 所以完全不觉得这很神奇 这不可是专业魔术的人 如你所料 这小小的舞台 就是我不应该所策划的魔术 魔术部问 果然没错 植树说 植树先生那天之所以会在演唱会场 正如你所想 那是为了见证我植树的戏法 展现于世的时刻 那么你应该知道拉米诺小姐消失的机关吧 那当然 因为我就是舞台的神 想操控舞台上发生的所有神奇事迹 只有神才具备如此神奇的力量 那那个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请你告诉我机关的详情吗 等一下 美罐 把你洗个 要求魔术师公开手法可是违反规则的 你在说什么呀 我们可是在调查凶杀案 我可不能告诉你 不应该的神秘魔术只属于不应该 不应该 不应该告诉你 不应该告诉你的魔术手法 因为告诉你 魔术手法是不应该的 不行不行 我不能告诉你 真可惜 可恶 让人不爽 好了 美罐小姐 我直说就在此告辞了 直说先生 请您坐一会再走吧 我没办法这么做 因为警方要我协助调查 我还得回案发现场才行 所以说你今天一直会在 演唱会会场里吗 正是 如果有话要问我 就请来那个体育场吧 那么就在此告辞 我觉得四代它这个 时不时的有这个小动作 我觉得比那个 二代的那个鬼畜的那个动作 舒服多了 二代的那个动作 看得我真难受 你要时不时的 推一下眼镜 然后你要 你要扭 还有那个 那个扣扣缩缩的 那个 那个看得我特别难受 二代那个动作 特别鬼畜 说的也是 我还有很多事情想问他 关于拉米诺亚小姐 消失的大型魔术 然后还有美贯的事情 这种魔术的话 常见的要么 常见的就我的经验 从这个地方消失 然后再从那个地方 再从另外一个地方出现 它是怎么消失的 这个其实不重要 就是一些常见的黑木障眼法 但是呢 它是这边消失以后 从那边出现的这个过程 一般常见的有两种 一种是替身 第二是通道 就是它偷偷跑到那边去的 常见的就这两种 像什么逃生啊 什么那些什么 大部分都是这种 该走了 同日某时刻 居留所会见识 还没有洗刷掉马奇的心 可实际上 有没有关键性的证据啊 不过只有身材巧巧的他 才能够逃离案发现场 啊 是天花板的通风口吧 而且他还撒了一个 弥天大谎 弥天大谎 马奇杜巴玉 眼睛其实看得见 突然想到 这个拉米诺亚 如果要是吃康师傅方便面的话 应该味道 吃起来不会那么好吃 因为康师傅方便面 是好吃看得见 他看不见 你好我们来看你了 你好像挺有精神 真是太好了 不过仔细想 我们到底来这里做什么 明明语言都不通 没关系 有句老话不是这么说吗 重要的不是语言 而是一颗真诚的心 真诚又继续不了 现在的问题 算了 既然我们都来到这里了 就把想说的话说完 放下重担 后再回去吧 要不来和美贯抱怨吧 我堵遮耳朵听 看起来他真的很担心我 美贯小姐 不了解你的语言 而无法公通 我真的很遗憾 他应该是这么说的 拜托你别随便翻译 拜托你 请问你对今天的庭审有什么看法 起啦 啊 还好马奇 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如果他听得懂 王尼喜哥的辩护一定会被吓死 说什么呢 结果才是重点 只要没被判有罪 就算是胜诉 只有获得无罪判决才是胜诉 真是的 王尼喜哥 请你搞清楚这个差异 我留 不过拉米多亚小姐果然是个好人 居然为了马奇指出了兄弟真凶 是啊 居然是牙流浪潮的大烟 大恩 马奇知道这件事吗 嗯 他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 除非有人帮他翻译出来 他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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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会对我们说的话有反应 感觉他身上似乎不止一个谎 关键的证据 待会再来 又是在装 装虾 又在装哑巴 好家伙 他这个隐瞒的有点多啊 我觉得他隐瞒一个虾就算了 结果也能听懂 这隐瞒的真的有点多 这个隐瞒自己不会说日语 然后结果他会 这个隐瞒自己 看不见 其实他看得见 这个隐瞒自己 看得见 隐瞒自己看不见 实际他 隐瞒自己看不见 实际他看得见 这个隐瞒自己 不会说日语 但实际他会说日语 就其实就是 只有他是不正常 眼睛不好 其他这两个人 其他啥都好好的 好好家伙 太棒了 今天也是好天气 是个当侦探的好日子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不然难道 还是当律师的好日子 随便哪个都好 总之我们得快点去打听消息才行 好 那我们就打起精神 请王宁喜哥 先来提振精神 啊 你要我做什么 当然是发生练习了 在宽阔的地方练习 一定心旷生意 叫我在这里做练习 我在家做过了 不用 这样就觉得害羞的话 可是无法站在体育场的大舞台哦 我能站在法庭上就够了 我可是个律师 什么嘛 王宁喜哥真不配合 今天难得是个当律师的好日子 我们就一起朝着那片蓝天大声喊叫吧 律师工作和天气没关系 别扯了 我们走 那是什么 看起来有点奇怪 啊 那是警察局的偶像 是一比一大的逮捕军 什么 那是一比一的吗 你不知道 逮捕军很正常呀 他常常在夜晚巡逻街道 那是正义的吉祥物 他希望大家能过上放心的生活 只要看着他不管好人坏人 都会吓得逃走 每一步他的头都在晃动 让人觉得很不放心 王宁喜哥 你要求太多了 我记得玩逆捡的时候 这个逮捕军里面是那个 那个 叫什么 复苏的逆转里面的那个警察 那个老拿个大喇叭喊的那个 曾经特别大条的那个警察 这里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我记得逆捡 逆转警察官里面的那个 是他 这里面 这是罪孽巡回的巨大广告牌 特大的牙流警察官 在上面显露着爽老的笑容 啊 这上面是牙流警察官吗 我怎么看都是个吸血鬼啊 呀 真的好帅 好想带回家 我怎么看都没有看出来 那是个牙流警察官 我甚至觉得是个迪阿布罗 如果有人委托警察官的工作 你可别找我 如果有演唱会委托的话 我就交给美冠吧 难道说 其实他无意间在寻找出道的机会 这里应该没啥吧 牙流浪潮 这里应该没啥 又是这里 这耳机调的还没人收走 你们检方是怎么 怎么工作的 律师先生 拉米洛亚小姐 今天真是对不起 我 您不需要道歉 您只是想要保护马 骑而已 对啊 这个耳机一直没有收录 这个耳机 这个耳机在这里 一直留着 耳机是用来跟某个人通讯用的 因为他带麦克风 如果这个耳机是 非凶手的人拿着 那他应该是跟某人通讯用的 应该其他就是 这个带着耳机的人的另外一边 也可以知道情况 如果说是他是凶手的 凶手要么用他来了解 另外一边的情况 但是他带麦克风 游戏他设计了麦克风 那说明他很可能会有类似共犯的 所以这次的案子估计不简单 可能会有共犯 虽然是要用来干什么 但是这个思路的话 按照一个 作为他知道他是个游戏 他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肯定是有意图 有什么用处的 对 有可能是凶手和也可能不是凶手 我刚刚不是顺了 他如果是凶手的会是什么 可能会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不是凶手的话 可能会是什么什么情况 我这不是两个情况 我都推测了吗 人类有五感 其中 但即便其中一种无法使用 我也还是能够自己活动 虽然当凶暗的证人 还是有点困难 话说 你刚才居然知道是我们来了 明明没开口跟你搭话 因为我前几天就听过很多次 你们的脚步声了 哇 你的耳朵真的很厉害 他就是用那对耳朵听到了暗箭 我应该在这里再确认这件事 那个 您今天在庭审中的阵言 说在案发现场 听到了艾姐大安的声音 虽然我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但是我绝对不会忘记听过的声音 请等一下 拉米洛尔小姐 请问怎么了吗 刚刚的那个声音 就是他 绝对没错 这 这是骗人的吧 无所调 我在法庭上也说过 在我从舞台前前往 演员休息室出口的途中 这个我一直都觉得 奇怪 从舞台前往演员休息室出口的途中 就是现在的这条路 我一直对这句话我特别奇怪 我一直以为是我看错了 或者印象不对 现在在看这一块 我在我从舞台前往演员休息室出口的途中 就是现在这条路 但是小窗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入口 这个通道是在这 但是他看到是在这 所以他说的和实际的地方不是一个地方 我一直 这个应该是有问题 不是 应该不是我理解错了吧 应该不是我理解错了 他之前说的是 我就觉得怪怪的 不是我理解错了 他为啥 他都说了是从那边这个小窗听到的 但是他就是虽然说是说是那个 那个那个叫谁 那个叫什么 想也说是这个窗户关上就没有声音 但是听他的说法应该是没有 对了 我前面已经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这边是用来 魔术手法 这是魔术手法的通道 是不是这样 有可能是这样 他是在 他是在那个魔术表演期间 从这个通道到那个通道的过程中 通过小窗看到了 发案发现场 应该是这样 对对对对 这个思路应该是对的 这个思路应该是对的 这个应该要往后面调查 应该是调到调查到那个 这个魔术手法那个地方 应该可能会揭露 但是下一秒就响起了枪声 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告诉警备人员呢 老实说当时巨大的声响吓我一跳 我完全没想到那是真正的枪声 而且当时我也在赶时间 我马上就离开了那里 拉米洛亚小姐真的听到了 大安先生的声音了 嗯 至少他本人很确定 我在以拉米洛亚的名字出道之前 我遇见了马奇 那个时候我在波尔吉尼亚的餐厅助唱 那个时候 他就为您弹钢琴了吗 是的 因为我的眼睛看不见 在各个方面 他在各个方面都很贴心 从那时候开始 你们俩的立场就相反了呢 马奇装作眼睛看不见 啊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之所以会有这个谎言 是在决定出道之后 自从我被称为 以音乐为画笔的风景画家开始 马奇也很辛苦啊 不但要装作诗名 还得当拉米洛亚小姐的眼睛 因为我我们无论如何都会牵着手 他会在我的掌心里打暗号 告诉我外界的情况 他是个既聪明又温柔的孩子 也就是说他想表达的是 马奇绝对不可能开枪杀人 关于身材 关于身材先生 是的 我听说他是个国际刑警的卧底调查员 你真的完全不知情吗 那是当然的 我想所有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吧 说的也是 毕竟他在卧底调查嘛 不过既然他被人枪杀 就代表凶手知道身材先生的真目的吧 他究竟要 确实这个杀人动机很奇怪 你是 你们不是同行吗 是有什么事情调查到你头上了 然后你要杀人 有没有误杀的可能性 但这个应该是有计划的 都已经搞了不在场证明了 你有什么投注吗 我想他应该是在调查我吧 调查你 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因为我无法否定这个可能性 因为我没错 我自己都深陷于未知的深 沉黑暗之中 那难道你们是有什么 之间有什么关系 拉米洛亚的黑暗 我想恐惧的黑暗并不是 双眼无法看到的事物 真正的黑暗就藏在我的内心里 深藏在内心里 我并没有身为拉米洛亚以前的记忆 没错 我一回过神来就身处一片黑暗之中 然后在餐厅驻唱 他好像也说过自己没有光明的记忆 所以 说不定 光明记忆 突然想到一款游戏 我在过去可能犯下了非常恐怖的罪行 在我丧失记忆之前 那怎么可能 除此以外 我完全不想 我完全想不到任何解释 不然为什么国际刑警要接近我呢 难道拉米洛亚小姐 过去是日识爱戒的开端吗 那应该杀人也是杀拉米洛亚小姐 她应该是有什么东西 她想不起来 难道是为了保护她 这个刑警知道什么 不能就这样断定 因为 您是个好人 谢谢你 马骑也是一直这么跟我说的 不讨论 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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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您是 他应该是没了 还是先去现场吧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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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真挺好奇的像是一般的一场司法判决的这个司法成本 由谁买单真的是由那个那个被宣判为那个犯人的人那个什么赔偿吗 我还我以前一直对这个事情特别好奇 我还没想到这个事情特别好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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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接下来重点调查的应该是舞台 但是我先把其他地方先看一眼 好像是没啥差别 重点调查的应该是那个舞台 练之吉他小夜曲 说的没错 我也想看看你这样舞台上 替我唱出优美的民谣歌曲后 全场观众一定会发出感叹 感动的赞叹 喂 等一下 不是魔术表演吗 对啊 美观是要立志当一名魔术师的 她好像迷失了自我 哎呀 这不是美观小姐吗 啊 是植树先生 植树先生 请问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植树对工作非常有责任感 所以我是来检查机关的 啊 是拉米诺小姐的瞬间移动魔术吧 毕竟如果失败可是会让 不应该剧团知名蒙修 然后我就看到了这架钢琴 让我想起了那位异国淑女唱出的旋律 妹妹帮你洗个 我们快问问植树直说先生吧 在这里唱歌 发生起来 神奇世界 因为我看习惯 玩神的发现 啊这个是一样的 我问的是一样 嘿嘿 嘿嘿 拉米诺亚的魔术 关于案发当晚的舞台 拉米诺小姐的消失魔术 就是出自直说先生之手吧 正是 因为紫色检察官来找我商量 他问我在演唱会的高潮里 能不能让他如梦幻般的消失 如梦幻似的 不过这个舞台只是一场音乐会 无法为了魔术使用特殊的装置 所以这是个值得挑战的功能 说得也是 在搭上他消失为了移动 还需要秘密通道 关于这点 我直说可是专业 我能配合这个场合来打造出机关 因为案件的缘故 这次的演唱会也受到了全国的主 这对我们不应该剧团也不是件坏事 所以你来这里确认机关的吧 对了 说到钢琴 我觉得那架钢琴有些蹊跷 你说有些蹊跷 那是为什么呢 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看来我得自己调查比较快 我完全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不应该 啊 对了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过 你大概是在想这件事吧 诶 是的 您说的没错 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读心术 骗人 距今二十多年前 一位天才魔术师出现在这个世界里 那就是不应该天斋 他一手打造了不应该剧团 在全盛时期 每天在客厅的电视上 都看得到他的生意 没错 我小的时候好像经常看到他 不过这几年非常遗憾 不应该剧团可以说 已经消失在观众的眼前了 才没有这种事 因为美观一定会去看表演 就算在超市的屋顶表演我也会去 在超市啊 我们做着这项工作一直在等待着 等待着一个机会 能让我们重返大众视野 这是为了我的搭档 我得好好守护不应该的奇迹 您说的搭档 那当然是 没错 就是不应该有话 是美观的父亲吗 直到七年前 也就是他销声匿迹之前 销声匿迹了吗 不是死了吗 不应该知明君 君临舞台之上 那就是我们不应该剧团 有话和直说 有话直说 我们的师父不应该天瞻 是催生奇迹的超级天才 小时候看到那些奇迹 美观到现在都无法还回来 比如把巨大的飞机 变成什么的魔术 看起来他不怎么记得 天瞻认为 可 天瞻认可的有天分的弟子 只有我和有话 有话和直说 曾是整个剧团的大明星人 不应该有话 是美观的爸爸 很厉害吧 如今天瞻和有话 都已经不在人世 我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有我在武台上 重现天瞻的奇迹 美观会帮你加油的 美观小姐 你要快点长大 我很需要你的实力 是的 就应该用我的实力来帮你 哎 他们把话题扯远的速度 也太快了吧 调查看看这个钢琴 Piano 好大的钢琴 不过美观从来没弹过钢琴 哦 你可以和陈木棠先生学啊 啊 不行不行 因为爸爸根本不会弹 很少听说这种 不受女儿尊敬的爸爸 那我在这里稍微练习一下吧 哎 什么声音 刚才是不是有奇怪的声音 再弹一次看看吧 咔嚓 有相机吗 钢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我看看钢琴顶盖下面 有什么东西 哎 哦 哎那我听的那个不是错觉 就这里 这里 这里啊 它这个音明显不对 所以刚才那个是 刚才那个是钢琴吗 是钢琴 是钢琴 听到了吗 听到了吗 似乎是某种机关 似乎是某种机关 这个开关本身带着就已经和电动奇需到少了 带天线 应该就是远程遥控什么 有时带着就应该是个几十年 啊 它非常有时带着教授 我最后 可以正确认一下 洗几十年 只要有时带着 我就能放弃 你 生鮮什么呢 沉悟堂怕高 做了一半巴勒的也变成了太绿色 这里放着巨大的乐器 那是低音提琴的乐器 盒子为什么是半开的状态 东西拿出来了 出的没错 那真的是值得一看 美观总算知道下到腿软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不喜欢高的地方 是昨天这个舞台 哦 对了 这个东西是在他的钢琴里 所以我们现在要拿这个去 去那个什么 对对对我有思路了 拿这个去给他看 这是他触发的 所以他肯定认得 什么 没反应 拿你 居然猜错了 给他看过了 我还没有打开 就给他看过了 那么它是又刘猜错了 但是他还是游戏的 就因为你系统icios 然后你系统社交车 就说你速一些 就说你选择 这个东西是因为我的天使 然后我给你 对我还有一个问题还没问他 还是去看一下 我还有个问题没问他 看他的反应 我以为要去找什么证据 找了找来的东西给他也不是 那看来我要把这个问题问完 马奇能看见东西 拉米路二小姐就看不见 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转折 看来我们果然没办法 从马奇口中问出什么 这很显而易见 真的是这样吗 没想到 哎哎做错了 什么时候 它这个移动能够改一下 不是这样 而是有个什么地图啊 让我点着这样走着去 就是这样 这给他我再看看能不能调查 对了我也观赏了您前天的舞台表演 谢谢你 话说你真是厉害的居然能表演幻术 幻术 我是说那个从一个舞台瞬间移动到另一个舞台的演出 我听说那是拜托专业魔术师的协助的 就是不应该只说吧 那个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您告诉我们那个魔术的手法吗 非常抱歉我不能说 因为我们和植树先生签的合约严格禁止泄密 对魔术师来说手法可是机密 对了我有一件事很好奇 请问是什么事呢 我刚刚走在那里的时候 脚尖好像踩到了个小小的机器 机器 难道是说这个 那个东西前天就掉在这里了 请问能让我摸一下吗 果然如此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通讯耳机 是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在演出的时候都会戴着的 您和其他工作人员之前都戴着 因为我们用耳机彼此联络 弄丢的话会很麻烦 我知道了 就请让我们先保管吧 遇到牙流检察官时 我会再跟他说明的 好的那就麻烦你了 既然这样的话可以让美罐戴吗 不要说的像组装模型一样 这是所有工作人员都会佩戴的通讯耳机 所有工作人员都会佩戴的通讯耳机 所有工作人员都会佩戴的通讯耳机 所以说所有工作人员说的话相互全都能听到 但是凶手 这看不出来 这个应该是个很关键的事情 但是现在还想明白会有什么影响 问一下 演唱会所有工作人员都会佩戴这个通讯耳机吧 没错 因为舞台非常宽阔 我们彼此联络时必须要使用 不只是工作人员 我想乐队的所有人都应该戴着耳机 所以牙流检察官他们当时也是戴着的吧 不过因为使用这个耳机只是为了能在舞台上彼此联络 所以能使用的范围只有十米而已 所以你听到枪声是通过这个耳机听到的 好好好 这样的话就是他通过那小窗也能听到声音的谜题就解开了 他是这样听到的 他在十米范围内听到的枪声 就可以这样解释 他之所以隔着墙能够听到 是因为戴着这个耳机 他听到的其实是耳机传来的声音 虽然不一定有关系 但是给你出 总之先出示一下看看 原来如此 这个耳机的获得 居然是通过给他出示录像带的知道的 哦 有变化 好家伙我知道是谁 你们来干什么呀 倩小姐 你还是这么不高兴啊 那是当然了哦 我不但站在访台上被你们摆了一道 而且还被牙流检察官瞧不起 你是指身材先生留下的血书吗 只要看到那个 这谁都会知道是凶手能看见的东西啊 刚才刚刚刑警队长就这样把我训了一顿 可是多亏那个血书 我们才有了更多线索啊 我觉得 我觉得 宝月刑警 之前给人的印象 不是这种傻傻的呀 怎么这代的人设崩塌了 怎么有种 他不是之前还帮陈不堂的吗 怎么这代怎么变得跟那个蜜具行径一样 这就是小事了了大卫必夹是吧 话说这代蜜具什么预见也没见着 后面会有吗 伤重用 哎呀不错嘛 你还认得 是这样没错 所以被训完之后 他给了我这个 说这是奖励 现在的刑警部门都很流行吃花灵堂吗 然后你又在这里调查案发现场吗 嗯算是吧 不过完全找不到什么线索 只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奇怪的东西 那个请问发现了什么吗 嗯 发现了一个小东西 应该是昨天看漏了 我在那张沙发底下发现了这个 这是什么 看起来像是一个打火机 这好像是什么机器的零件 我也完全搞不过 好像看过这个角度上面的机器调查后发现 好像是天线 天线 所以说我想这个东西应该会对电波起反应 电波 来到是什么声控的东西吗 啊 他没给我出事 哎 感觉一把年纪 感觉把一整年的脸都丢光了 那不是很好吗 后面就不会再丢脸了 你想想看 这就代表了今年已经不会再丢脸了 哎 你也是这样想的是吧 我觉得话不是这么说 总之 我只要一想到被那个小孩骗了 我就觉得很不甘心 如果眼睛看得见的话 那不就更加可疑了吗 不但看得到天花板的通风口 还能用枪杀别人 可是拉米诺小姐并没有做出这种证言 嗯 他说 他在案发现场听到了爱姐刑警的声音 没错 吓死了 为什么这个国家总是发生这种 你问柯南啊 请你别把错赖到国家上 你留学的美国就没有吗 美国的那些案子都很简单 就开枪完了 色尔 你们今天在法庭说的是真的吗 你说这起案件 那个案件的进展完全依赖检察官无聊的歌曲 嗯 就是练语吉他小夜曲 对了 那是个 那是美国发现的 人在你怀里 心形钥匙被偷了 然后 拉米诺亚 拉米诺亚小姐被解放到空中后 牙流警察官的吉他就起火燃烧了 最后是生财先生被子弹夺取的信用 拥抱着吉他飞向天空 他为什么要抱着吉他呢 我其实还挺在意的 案情完全一致 你看 就是这个歌词我一直都特别在意 整在你怀里 新门的钥匙 此刻已被你盗取 这个是何的 然后 心爱的旋律 沉浸其中的我 此刻已获得解放 这应该是指那个魔术 然后 烧灼的胸口 费尔也灼烧着恋人 爱情子弹 费尔也夺走了性命 然后 两人飞向晴空 最后这个是我觉得最可笑 就是两人飞向晴空 就是观众元素是两个人和高空 两个人和高空都有了 那他为什么还要抱个吉他 这个我觉得特别奇怪 就是犯案的这个什么 就是歌词里面可能相对于事件来说 会有多余的东西 但是反过来事件好像没有对于歌词多余的东西 最后的这个 他为什么会抱着吉他 哦 Gui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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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这样 那说的同 那没问题 那解释了 解释了解释了 那没啥问题 我没问题了 这一切果然都是凶手做的吧 吃了没文化的亏 请你别问我 我又不是凶手 我也不是呀 我又不穿那个通 我又穿不过那个通风口 哎 两位 难道你们在怀疑美贯吗 没人这么说 拉米诺小姐从这个小窗户记了案件 听到这个阵言后原本没有那么多想 问题是拉米诺小姐她眼睛看不到 所以她不是用眼睛看到 而是用耳朵听到 没错 不过这扇小窗户当时是关起来的 除了这个小窗以外 还有其他地方能听到声音吗 麻烦你帮我们鉴定一下这个 县小姐给你看一下这个 他没兴趣 那不看了 这个呢 请问关于这个东西你有什么看法 真是台小巧的机器啊 看起来像是 哎 好 对上了 只要按下这个开关 发射器就会发出电波信号 不过我又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 你说电波吗 好 你喜个怎么了 倩小姐 我想请教一下 你刚刚说发现了奇怪的东西吧 嗯 你说这个吗 那么我按下这个开关试一试 好烫 倩小姐的机器居然燃烧起来了 你到底在干什么 看来这东西是点火装置 好像真是 这部分就像是个打火机的点火的地方 害得我差点被烧死 拜托 你别那种眼神看着我 我又不是故意的 好吧 说的也是 总之调查又有新进展了 我说 我说 王子喜哥 倩小姐好像很懂机器啊 我们再问问 倩小姐这个开关的事情吧 真是的 你是想烧死我吗 只是发出了一点火花而已啊 什么啊 你这是加害者 居然 你这个加害者居然这么理直气壮 你们两个也发出了小小的火花呢 总之 这个东西原来是点火装置的遥控开关 让我看一下那个东西 请问怎么样呢 的确 这是台小型发射器 而且功率应该不强 信号顶多传到10米左右 发射器 10米左右 顺便一起我们会看 我们看会场的泡面图 休息室1 休息室2 在这里是在拉米诺亚小姐的休息室 画一个10米的圆圈 不只是在休息室内 甚至连舞台都涵盖有 涵盖在有效范围内 我懂了 凶手用 凶手用这个 给他下指令 而他在钢琴演奏时 收到指令 触发特定的按键 来触发遥控器 然后触发遥控器之后 引燃点火装置 响野的吉他就烧起来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之我知道这个东西是点火装置 我会再继续调查的 听你加油 点火装置 我最好也调查一下 我只知道这大概是从这里 这应该是一个火星石 然后这里是一个信号接收器 信号接收到的信息 经过信片处理 然后再返回来 触发这里的机器 然后机器呢 打火时旋转 打出火星 点燃这个 这个 这个应该叫什么 油绳 这个插入到这个燃料罐里面的 这个 然后呢 这就会点燃火 那这玩意为什么没烧毁呢 如果说是它是在 如果说是它是在响野的吉他里面 它应该跟吉他一起烧毁 并且被发现吧 吉他烧烧烧 而且这个东西应该会跟着一起烧毁 好奇怪 这个有点 有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这种东西 如果装在吉他里面 引燃了的话 这个应该会在吉他里面发现 它在哪里被发现的 这个东西应该是 应该是烧毁掉的 应该会跟着吉他一起烧毁 不会有这么一个完整的东西 对啊 吉他里面发现这玩意儿吗 我再确认一下 关于这个 这个奇怪的东西 在哪发现 它有说吗 沙发底下 我在那张沙发下面发现了这个 在这里发现的 它在这个沙发发现的 我再看一下 它在沙发发现的 这个有点怪 我想不通 难道凶手还有打算 有烧毁现场的计划 难道凶手有烧毁现场的计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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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找不出什么了 诶 这有人 诶 是你啊 你们找我这个可怜的杀人犯有什么事啊 大安先生 我可惹上了个大麻烦 真是谢卫那位大使的镇严 害得我现在手上都没工作了 大安先生看起来不是很高兴啊 我就不能见一些开心的人吗 应该不可能 毕竟这里是凶暗现场嘛 牙溜那家伙居然敢这样对我 我明明有绝佳的不在场证明啊 那个大安先生的不在场证明难道是 这还要问吗 案发当时是演唱会第三幕途中对吧 嗯 没错 我们在那个瞬间听到了枪声 然后发现了被枪击的身材先生 那个时候大概有一万人正看着我 看着我在舞台上表演 大安先生的吉他弹得真棒 小姑娘 谢谢你的称赞 不过 为什么我不能做自己的工作啊 就算你吼我也没有用啊 这是拉明东亚小姐的证言吧 他说在案发时听到了大安先生的声音 可恶 我明明没跟那个大婶说过半句话 他居然这样指控我 而且他根本不可能记住我的声音吧 你说现在手上没工作 就是牙流那个家伙 他说在洗清嫌疑之前先不要工作 那家伙也太较真了吧 你说牙流检察官很较真 虽然他穿着像很轻浮随便 但其实是个很较真烦人的家伙 不过老实说他确实很烦人 你们也听过前天的状况吧 诶 难道是那个事件就是用这个调音台的事 刚才那场演奏是怎么回事 节拍乱调 是这个声部吧 是哪个家伙我看看 是吉他二 答案就是你 那个家伙虽然本性不坏 但是就是太钻牛角线了 美冠非常喜欢牙流 等一下 哦 不行 没事没事 是我乱想 你有你的全部专辑 嗯 这的确是不错的乐队 牙流那家伙写的歌也很好 话说好像没看到牙流检察官 嗯 那家伙今天应该在检察院的办公室里 检察院 话说我还没去过呢 国际刑警应该传来了那个被害人的资料 但那本来应该是由我来处理的 对了 黄奇喜哥 我想去牙流检察官的办公室看一看 检察院 那我们去看看吧 说走再就走啊 哎 拜托你们帮我跟他说一句 操 说他的伙伴进不了凶暗现场 现在非常不爽 那我们就告辞了 喂 我问你一下 是 什么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该不会也认为 是我犯下了这起雄杀案吧 关于这个嘛 你看起来很不可靠 你给我记住一件事 案发事件 我可是在舞台上卖力演出啊 并不怎么卖力 你自己蜻蜓 你自己蜻蜓 你撇可别被那个歌手大神说的话给骗了 不然的话你可就丢脸丢到家了 大恩先生 让人很不爽 很不舒服 爱景 大恩心 基本上我觉得可以确定是他了 我觉得基本可以确定他 应该没问题 哇 这里 这是牙流浪潮的事务所 这里是检察官办公室 不是牙流浪潮的事务所 所以说这个恶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嗯 还有检察官好像在打电话 那没办法 我们就躲在那个柜子后面偷偷等他吧 这样不是窃听吗 不行 我们不该这么做 不不不 我们只是安静地等而已 但不能让他发现 说不定我们能掌握牙流浪潮的丑闻呢 他还真是不可小觑 你说那个是样本 所以我问你 为什么身材要追查那种东西 身材 我才不想听 波尔吉尼亚共和国的那些家伙的事 总之请你尽早整理好报告 不要把来路不明的东西放在我的办公室 诶 明明这时候很需要大安邦吗 嗯 啊 你好 嘿嘿 我们来找你了 既然小姑娘笑得这么可爱 我也不能生你们的气 好 你们坐吧 他真的是出乎意料的有气量 你喜哥也应该学一下 好 我现在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诶 是牙流浪潮的主唱牙流 还是检察官中最聪明的牙流检察官呢 把你喜哥这是什么意思 他应该是想知道 我们是来问演唱会的事 还是案件的事吧 好 该怎么出招呢 拖盘上有个东西 这是什么呀 会不会是口香糖 口香糖 搞不好是因为他吃到一半时 有电话打过来 所以先把口香糖放回到拖盘上 再等电话打完再吃 哇 感觉好抠门 喂喂 你们别这样随便乱想 这东西才不是口香糖 你们仔细看 其实我不是很想你们看到这个东西 这是 简吗 像块 像是块状的塑胶 他说刚才的电话 所以说这个恶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嗯 牙流检察官好像在打电话 你说那是样本 所以我问你 为什么身材要追查那个东西 哦 这是什么 不是的 明明都说了不能偷听 这可是个人 可是这个人就是不听话 哎 怎么就怪我了 明明是你要听什么丑闻的呀 哎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听说是卧底调查员 身材才正在追查的东西 他正在追查这颗东西吗 那个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告诉我详情吗 一个一个来 这吉他烧得真惨 这把吉他是演唱会上用的 当时我还以为是恶作剧 不过发生这样的案件后 我反倒觉得很可疑 就请见识科调查 哦 发生了什么吗 因为没有太多时间调查 所以还不太清楚 有个令人好奇的结果 令人好奇的 难道说 其他和这次案件有关联吗 真想问问详细的结果呀 我大概是这样 我先理一下思路啊 就是呃 这次案件为了制造不太想证明 就是我特别想不明白的就是 他为什么要安排一个人遥控点燃 这个响野的吉他 这有什么意义 如果说是为了掩盖 他在凶暗现场的枪声 或者说是什么的话 感觉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好 特别明显的效果 信息还是不够 但是思路应该是顺着这个 但是应该是有什么原因 得多留意一下这件事情 啊对了 你们看了今天的报纸吗 看了哦 每天早上都会看电视节目版 真不错 高额头小弟你呢 我也会看四个漫画 你们看这个 恶魔的旋律带来惨剧 英俊检察官危险的歌声 诶这是今天今晚上党的新电视剧吗 这可不是剧名 是新闻标题 啊难道因为我们在法庭上这么说 从法庭回到办公室后 我的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 关于自己的歌手夺走人的性命 你有什么感想 至今的有罪判决 都是在你的法庭上哼的歌吗 可以请你现在唱这首歌吗 之类的 都是多亏你 诶那那个 都是这个人说的 诶 那边放的也是报纸吗 那是布尔吉尼亚的报纸 让你们看也没关系 就算你这么说 我们也看不懂啊 嗯说的也是 总之布尔吉尼亚也报道了这起案件 不过上面好像没有写到 关于歌词的事情 不是布尔吉尼亚人都不相信呢 毕竟还只是一个推理而已 布尔吉尼亚的记者 应该认为不需要大肆报道 这也正常 毕竟连我们都搞不清楚状况 似乎没有奇迹格斯 似乎没有奇迹格斯 我们看到大恩先生在体育场里 体育场前生闷气 因为拉米诺小姐也是我邀请来的客人 所以无论如何都想亲手解决这起案件 没关系很喜欢那首歌呢 总觉得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氛围 我记得这是你和拉米诺小姐一起创作的歌曲 嗯是啊 是去年创作 我去考察了北欧小国 布尔吉尼亚的司法制 然后你就在那里听到了 拉米诺亚小姐的歌声吗 当时我去了一间酒吧 刚听到 一听到歌声我就流下了眼泪 然后我无论如何都想和他亲口谈谈 就用了我渺小的力量和他见上眼泪 原来检察官有很大的权利 我觉得牙流检察官是特利的 而他也很喜欢我 我们就在休息室创作歌曲 有马奇的钢琴 还有拉米诺亚小姐的歌声 然后我则是弹起了 拉米诺亚小姐借给我的吉他 是吗 这是一段美妙的小插曲 黄金喜哥 这辈子可能都碰不上这种事 那真是美妙的回忆 这首歌就是那个时候创作的 然后那时还用过的吉他就在这里 什么 这感觉就像是烧毁的残涵 王你喜哥不能这样说 这吉他只是烧焦了一点 没关系 那首歌已经无法再唱了 所以我也没理由再弹 拉米诺小姐送我的吉他 在演唱会期间 吉他突然烧了起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请检察官让我们看一下嘛 就是那把烧得有点焦的吉他 我觉得那堆烧焦的残骸 措辞不用这么谨慎 这个东西是身材的行李中发现的 好像是什么东西的样本 样本 这看起来是个直径三厘米的小东西 静时刻分析了这块 这只是个块状塑料 塑胶 应该是相当于模型吧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像是一种茧 综合所有信息来看应该没错 然后呢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 哎 杨六姐长官别这样嘛 我不 不想告诉我们的话就直说好了 我虽然通过布尔吉尼亚询问了国际刑警组织 但信息好像在某个环节上受阻 诶 无论是国际刑警组织还是布尔吉尼亚 好像都不想谈这个小缩块的 身材先生就是为了调查这个东西 才成为布尔拉米洛亚小姐的经纪人 来到了这个国家 然后他却因此丧命 总之先把这个事记下来 身材 是吧 看起来像是某种简 就是那个残涌 既然他也是布尔吉尼亚人 可能会知道些什么吧 这吉他的音色非常美 拉米洛亚小姐弹他的时候 应该很小心翼翼吧 真不会是拉米洛亚小姐的吉他 那这把吉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这是他送给我的 因为我说很喜欢他就说我想送给你 哦真好 所以他把这把吉他是从布尔吉尼亚运过来的吗 嗯正是如此 在飞机上运送木制的乐器时 乐器会因为气压和湿度变化受损 所以我们在拉米洛亚小姐的工作室里 把吉他真空包装后 在动用检查院运送证物用的特别通道 直接运送了我的办公室 卧槽一下说出了很惊人的事情 我好像知道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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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在动用检查院运送证物的特别通道 好家伙 原来是这样 这样一来就不会有其他人碰到了 果然检察官有很大的权利 都说牙流检察官是特利了 这么重要的吉他居然烧毁了 真可惜 然后呢 你刚刚这么说过吧 你说近时刻送来了令人好奇的结果 就是那个 到底是什么结果呢 你们看 吉他上有一个圆洞吧 这个被称为音孔 上面确实有孔 听说在这里面 好像有台坏掉的机器 贴在吉他内子 哦 是跟着烧毁了 没错 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见识科毛鱼检验这起案件相关的证据 还没来得及仔细检查这个机器 嗯 这个机器我好像在哪里看过 来给你看看这个 果然 这个怎么看都是那个装置吗 王尼西哥怎么了 牙流检察官 关于这个装在吉他上的机器 请你看看这个东西 这东西 这东西看起来的确一模一样 其实这个点火装置 点火 啊 这个东西放在案发现场里 就是拉米诺亚小姐的休息室中 是倩小姐发现的 你说现场有一样的东西 这是怎么回事 看来我能和你说的只有这些了 哦 高头小弟 谢谢你专程跑这一趟 为什么要谢我 你不是给了我线索吗 就是这个点火装置 啊 也对 我也得谢谢你 你让我知道了很关键的事情 你也太嫩了 彼此彼此吧 这样我们就互不相嵌了 关于这一点应该是彼此彼此吧 是吧 真是彼此彼此吧 好家伙 因为我也得到了线索 就是关于这个来路不明的塑料 你刚才在电话中说过 这是申先生正在追查的东西 啊 说的也是 高尔特小弟 我是这么想的 我们人生中会碰到各种事 各种非常复杂的事 你说的没错 尤其是照歌词内容犯下凶杀案 正因为如此出于自身的理念 我希望越简单越好 我之所以想成为检察官 就是为了追求真相 所以我并不打算勉强自己 故意和律师作对 就是这么简单 我知道了 好 这个什么法庭黑暗的时代来了 混合双打 说我愿意跟你配合 混合双打 是这个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吧 他说你们为什么要 组乐队唱歌呢 这个呀 我只是想让女生多看我一眼 这个理由很简单 好了 我还有工作 就请你们回去吧 还挺好的 还挺好的 马奇好像正在接受审讯 原来警方也会有说波尔吉尼亚的人 但是我却不会说 这可相当不理 没关系 我想找马奇的话 待会再来吧 说的也是 就这么办吧 我觉得这下室完全燃烧殆尽了 这把吉他已经派不上用场了 就像法庭必庭后的王英喜哥一样 走 啊 是你啊 来得正好 西小姐 你们看到拉米洛亚小姐了吗 哎 我 我想想 刚才在休息室的走廊看到她了 这样啊 真奇怪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找不到她 警察院吩咐我带她回去 拉米洛亚小姐消失了 考虑到她眼睛的问题 她一个人应该不可能跑太远 我知道了 我们去找找看 嗯 拜托了 同日某时刻 休息室前 走了 没有人在 拉米洛亚小姐跑哪去了 感觉有状况 一个一个来吧 同日下午四十 怎么回事 咦 奇怪 舞台居然一片漆黑 好像是 主电源被关掉了 这种情况下 拉米洛亚小姐应该很有优势 美贯现在去 叫负责人过来处理 诶 那个吉他盖子被盖上了 不会吧 不会在那吧 拉米洛亚小姐就是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了 黑暗就是她的世界了 那个 王金喜哥 嗯 怎么了 总觉得这个舞台有点不对劲 不太一样 嗯 这是为什么呢 让人很在意 我也很在意 诶 诶 那个盒子 我记得刚刚还是打开的 堵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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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 快找倩小姐 快把西小姐叫来这里 拉米诺亚小姐马上被送往医院了 西小姐大吼大叫 对众人做出了各种指示 然后美观一直在我身边哭喊 在某种意义上 这还真是恐怖时刻 诶 诶 又是这里 倩小姐 请问拉米诺亚小姐身体状况还好吗 啊 是你们啊 我得向你们道谢才行 这 这 这么说的话 他刚刚总算恢复意识 都可以你们及时发现他 嗯 真是太好了 请问一下他身体还好吗 他好像被人袭击了 有人中击了他的额头 凶手到底 关于这一点我就不知道了 诶 不过如果是中击额头的话 应该要面对面才办得到吧 怎么可能没看见凶手啊 就是这么一回事 总之你们要见见他吗 诶 可以见他吗 嗯 他想 他说想亲口对救命恩人道谢 阿米诺亚小姐 啊 是律师先生啊 听说是你发现了我 真是非常感谢你 不会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先别说这个 请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休息室前和你们说话后 就发生了这几案件 我感觉有人在接近我 我原本以为那个人有事找我 但那个人却一语不发 当我要回休息室时 就被打了吗 在那个瞬间我察觉到了 这个袭击者打算夺走我的性命 怎 怎么会这样 我很幸运 因为第一次攻击并没有让我轰过去 后来我就在 我就往舞台的方向逃跑 虽然我能感觉到有人追上来 但我还是早一步逃到了舞台 你为什么要逃到舞台呢 因为我听说过 在那个时间 为了检查舞台 好像要关闭主电源 哇 好机智啊 哎 好机智啊 所以是他自己躲进去的 黑暗是我的伙伴 然后舞台旁边放着低音提琴盒 我就决定躲在里面 这样啊 所以凶手看不到拉米诺尔小姐宁 然后我就在盒子里昏过去了 真是千斤一发啊 哇 好机智啊 那么您知道凶手是谁吗 非常遗憾 我不清楚 因为对方并没有发出声音 原来是这样 但是因为我被殴打的位置在额头上方 我想凶手个子应该比我高吧 原来如此 他的观察力真是敏人 虽然他看不到 阿米诺尔小姐长得比美观高很多 大概是王妮喜哥差不多吧 有小事吗 这么说来凶手应该是成年 而且很有可能是男性 果然是那家伙 可是为什么凶手要袭击 拉米诺尔小姐呢 刑警小姐刚刚也问过我 但是我真的没有投注 啊 对了 请问拉米诺尔小姐一件事 你知道这个东西吗 这是过世的申先生身上带着这个东西 听说申先生好像在追查这个物品 在追查 啊 对了 因为申先生是那个嘛 他是卧底调查员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难道说 我当然知道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应该是 波尔吉尼亚姐 还真是姐 不过这东西好像是玩具 波尔吉尼亚姐 我完全没听过 这玩意应该是有什么 什么毒品啊 或者说是什么什么那种 应该是有那种高价的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作用 比如说是那种 呃啊 对就什么 珠宝价值啊 或者说是那个那个什么药用价值啊 这种 要用价值 哦 所以这个案子刚开始时候 法官说的那个事情是这个意思 我就说他干嘛要说是着急 然后说是谁得了什么绝症 而且是高层 所以检察官才会配合走私这个东西 哦 这就接起来了 原来是这样 这个东西应该是有药用价值 可以治疗绝症 而那个 法官的那个什么院长的 那个院长朋友的孩子 可能就是得的是 可以用这个来治疗的病 是吧 没错 因为标榜布尔吉尼亚产 这个大概是我国的特产 只要是布尔吉尼亚人都知道 只要是布尔吉尼亚的人 当时我就想了一个 这个 当时我就在想这个报纸 为什么是完全没齐歌词的事情 应该是有什么当地人知道 但是其他日本人不知道的事情 他完全没有齐歌词 所以对于布尔吉尼亚人说 看到这个报纸 一下就能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怎么回事 你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这道解 应该是拿来抽丝线的吧 关于这件事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不是布尔吉尼亚人都知道吗 关于这个简 只要是布尔吉尼亚人 都一定会知道一项事实 两项八识 如果有人把这个简 带到国外的话 无论任何理由 都会依本国的法律 被判处死刑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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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 这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清楚 不过 既然真的有国际刑警 在调查这件事 应该是有某种理由吧 可是这个东西不就是块塑料吗 这应该只是手边的样子 它正在追查真品 我想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这样一来 施财先生正在追查的案件 应该就是布尔吉尼亚捡的走私案吧 走私 看来我被盯上了 盯上 自从我的歌声传遍世界各地 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机会就变多了 所以是他的乐团的人 有利用他来走私 哦 所以真正走私的人 其实是他 他是来查他的 并不是查他的过去的 那他呢 哦 他提供了那个走私通道 他提供了走私通道 因为他是买家 他其实是买家 这是卖家 是吧 这是买家 这是卖家 所以说是有共犯是没错的 有共犯这个思路是没错的 这两个是共犯 这个是卖家 这个是买家 所以他们是合力一起来做这个事情的 然后就派生财先生当卧底来调查 布尔吉尼亚是个又小又封闭的国家 国民基本上都不会出国 所以您才会被怀疑吗 不过 圣财先生并不是布尔吉尼亚人 他是国际刑警组织的调查员 这样一来 王金喜哥 你想到什么了吗 也就是有人把这个箭带到了国外 然后造成了某些危害吧 什么 怎么会这样 这个我没看过也没听过的小东西 居然会带来危害吗 捡得走死 原来圣财先生是来调查 拉米诺二小姐 不对 还有一个应该调查的任务 拉米诺二小姐 真的非常感谢你 不客气 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请你帮忙 是什么事呢 只要是我能帮得上忙的事 想拜托你翻译翻译布尔吉尼亚语 帮你洗歌 可以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吗 原来是这样 我知道了 我和你们去吧 诶 这是怎么一回事 没关系我们走 看来这次的调查也差不多要到最后了 同时某时刻拘留所会面试 马奇 我们来问你一些事情 马奇 拉米诺二小姐 就麻烦你翻译了 好的 马奇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当时旁人说 你的眼睛 你眼睛看不见 我是惊妮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你那双眼睛能够自由地看到事物 美怪完全被骗了呢 马奇 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瞒着我们没说 律师先生 请等一下 你说的秘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马奇在隐瞒的秘密 就是这个 如果我的想法没错的话 关于这个东西 你应该知道些什么吧 啊 这 真的有反应 而且还很明显 马奇 难道你 我和美冠拥有 能够感受到别人紧张情绪的力量 不过 看你的反应 好像都不需要使用这个能力 律师先生 请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阿米路亚小姐 现在你只要把我的话 原本 原原本本的翻译出来就可以了 我知道了 从你刚才的反应来看 可以得知 你和这个事情 东西有关联 如果你再不跟我们明说 我就把这个东西交给检察院 检察官 由检察官来调查 这个东西和你的关系 马骑马刚 马骑 刚刚说 请等一下 马骑 他问 你全部都知道了吗 差不多 我已经了解全部 大概吧 请你告诉我们详情 那就没办法了 这个检 到底是什么 检 丝线 是特效药 还就是药品 没错 这个思路对的 特效药 这难道 能治什么病吗 没 要 一 没要一综合症 好家伙 这名字 绝症吗 没要一 无要可一 好家伙 没要一综合症 这减好像能治疗这种病 没要一 所以用减一 没要一 可是 如果能治病的话 为什么要禁止 携带出国呢 拿了制成药品的话 就能救全世界的患者了 关于这点 其实我也不太 不清楚 总之 这东西是特效药 然后 生财先生 正在追查 检的走私案 难道说 就是他吗 马骑 你真的做了这件事吗 这 怎么可能 他年纪这么小 没关 你也才15岁 也算是魔术师了吧 嗯 我的确算是魔术师 他居然没反过我 话中的算石 马骑 真的是这样吗 难道你 真的在走私物品 不行 他不愿意回答 真是没办法 如果他装作不知道的话 马骑 你用这个东西 是不是要和某人 进行交易呢 如果马骑把这个东西 带来这个国家 而且是要进行交易的话 那 不要再问了 我回不了国 因为要被判死刑 我回不了布尔吉尼亚 我不想回去 因为布尔吉尼亚的法律 明确规定 代险出国就会被判处死刑 关于案件 案件怎么了 难道是身材现实的案件吗 会面到此为止 谁啊 哎 好家伙 就决定是你了 这 这是什么意思 会面的时间应该还没 布尔吉尼亚大使馆 有事需要联络指甲会 后面到此终止 真是抱歉 我们再有五分钟就结束了 你可以请大使馆 回头再打电话 不行 来 钢琴家 我们走 大恩先生 请等一下 你很爱 真可惜 差点叫问出重要线索了 对吧 王妮喜哥 难道他是不想 让我们继续说下去吗 对 王妮喜哥 而理由只有一个 为什么要无视我 抱歉 总之 看来 我总算发现目标了 明天就一决胜负吧 好家伙 这个侦查部分有两个小时 时间侦查 哎呀 让我休息一下 咱们今天把这个案子结了 就 今天还打算玩会儿 那个铁拳呢 好家伙